说到吴奇龙,大家应该很熟悉,第一次见吴奇龙是在《消失一郎》这部电视剧中,吴奇龙和前妻玛雅叔也是因为这部剧相识的,两人在2006年结婚,2009年离婚,在结婚后并没有养育孩子,离婚后的玛雅叔嫁给了外国人,现在也是有两个婚姻。 前段时间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,两个宝宝很可爱,吴奇龙在和刘诗诗拍摄《步步惊心》的时候认识并相爱,两人视野的四爷和若曦在现世中也成为了夫妻,婚后两人非常的安爱,总是能在各种场合看到他们俩撒狗粮,可是认识了五年的时间,结婚也三年多了,一直没有生小孩, 但是两人结婚,已经好几年了,刘诗诗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,这让外界一直有猜测,而事实是怎么样的呢? 那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,而在一次采访过程中,刘诗诗主动回应此事,现在事业还是上升期,并没有打算要孩子。 这样的回答本次们还满意吗?刘诗诗自从《步步惊心》中饰演的若曦之后,就没有什么作品了,希望刘诗诗能够有新的作品。 大家喜欢刘诗诗和吴奇龙吗?欢迎给我留言,记得分享哦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